沃尔玛表示,超市原本的两个入口将会关闭一个,只开放一个入口让顾客进入,并且已经在人行道上设立了标牌,当一名顾客离开时,员工才会放另一名顾客。 且根据新规定,每1000平方公尺的商店中,沃尔玛只允许5名顾客进入,人流量大约是正常商店的20%,超市内走道也会改变成单向道,以此维持顾客的安全距离。 而在外面排队的顾客则必须互相保持6英尺的安全社交距离。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蔓延,民众增加购买储备物资,零售商沃尔玛的销售额也不断增长,不止旗下全美4700间分店,最近一个月的销售收益增长超过20%,且沃尔玛网站上过去8周的网购收入也上升超过三成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